安~~囉哈 親密喵咪大戰爭時間啦 那今天晚上就今天晚上一樣是我們的隨便打遊戲環節囉 那今天晚上登陸的時候你就會看到這個貓咪大戰爭問卷調查 徵求這個受訪者 我們來看一下這究竟是啥米東西啊各位 那目前來說 這個不知道跟我們之前 喔 OK 好 九週年是一樣的啦 所以這個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啦 所以這個東西的話就是那個 可以送你這個50罐罐的這個東西 不過有些玩家就是表示好像還沒有收到這50罐罐啦 所以可能還要再等一下吧 因為我也忘記我有沒有收到了 我就都沒在關心我的這個罐頭數啦 所以大家如果還沒有去填我們 就是那個50罐罐的話 趕快來去填喔 那這邊基本上就是 訪問一些就是那個 基本的這個貓咪大戰爭一些小小問卷啦 跟一些大家的這個小小回饋喔 然後你就可以拿到這個 這個罐頭這樣感覺 好 沒有問題 那今天的話呢 先來先來打一下我們這邊的這個 玉婷翻中的這個關卡喔 每天打3次喔 打到最後就一定可以打完了 現在來說感覺好像還沒有到就是 有那些就是比較恐怖的這個敵人出現啦 所以現在都還行喔 那這關的話前面好像啊 蠻多這種就是 紅色敵人的存在的喔 好 沒問題 這邊我們就全部給他出出去 應該就沒什麼太大的問題了喔 那現在來說的話呢 因為我們大概也是要等就是活動到達這個 最後差不多快尾聲的時候才會有這個 超級必重嘛 到時候再來抽一下 應該也不會抽到太多喔 因為畢竟今年的話我們還是一個就是 不能隨便把我們這個罐頭術亂花的這個一年喔 我們就還是要 中規中矩一下 我覺得大概是明年或是後年吧 明年後年的話基本上應該 就可以開始就是 看要怎麼花了 不過我覺得現在來說 因為我自己的這個貓咪大安生的這個角色喔 所以說真的就是 已經 已經很多了喔 所以基本上好像 也不一定急著一定要去抽這樣子 而且我覺得現在目前來說 我們這邊的這個 角色好用度的話應該 都已經算是有了吧 還是大家目前來說有覺得 哪一隻就是超級無敵好用的角色 整天還沒抽到的話 那你們也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喔 那現在時候大家就會在下面留言說 啊 就是那個啊 黑暗佛羅啊 還有那個啊 黑暗的伊歇納美啊 好了啦 不要這樣刺激 不要趁機刺激我 拜託 不要趁機刺激我 好不好 你們這些小壞壞 然後就專挑那一隻 就是超級無敵難抽 然後整體還沒抽到的 那現在來說我們這隻 這個倉子哥啊 感覺好像 都沒有什麼太大恐怖的這個地方啦 到這個LP20的時候 再來讓大家看一下究竟會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現在前面的話 那個 左支柱 這邊 一二三四 這個總共是五關嘛對不對 所以 這關的話應該是倒數第二關了 然後裡面可以拿到一些 小道具的這個環節啊 反正我們這邊的這個合作活動關卡的話 就是讓大家拿到就是 更多的這個就是 更多的一些就是 該怎麼說 更多的一些就是 就是 道具的這種時間啦 道具或是我們XT這樣子 沒問題 我絕對不會輸 好啦你要輸了啦 你這邊直接被我們灌爆了呀 再見所支柱 喔他沒有被我們灌爆欸 我以為我們可以直接就是 衝他一擦他就沒了 哇 沒死 但是他基本上也打不贏我們了 好 道具拿完 然後這邊基本上又要再就是 等待一段時間了唷 對沒錯 要再等待個這個30分鐘啦 這邊就是最後的 然後他這邊好像 就只有那個什麼呀 就只有他的那個積分獎勵中心 他關卡打贏不會再額外給你東西了喔 好那現在看起來我們這邊的這個 神劍闖戰狐的關卡 我們現在都已經刷完了呀 所以就沒有什麼太大的這個問題了喔 喔 完了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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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這個吧 第一次的猜試是不是 欸不是啊 欸 奇怪 我這關卡都沒有打贏 這什麼 喔 這是那個啊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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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欸欸欸 那個 石墨魔的那個 這個我們之前打好像沒有打贏 然後這邊是 貓咪的人大逆襲啊 對阿我在找這個貓咪的人大逆襲 我想說 哎呦奇怪怎麼不見了 這個也要扁一下 哈哈 差一點忘記還要扁這個貓咪的人大逆襲喔 這邊打完之後我們再去料理一下那隻 那個 石墨魔寶寶 那隻感覺好像也是 很恐怖的 上次沒打贏 這次來看看 那這邊的話基本上一樣是這個 沙翼強貓啊 那關卡來說的話呢 這邊這個狗炮也是 算在這個問號的這個其中一員裡面啊 沙翼LV4沒有問題 9086 nice 然後再來是沙翼5 沙翼5的話我覺得應該有可能又是 沙翼貓單隻出吧 感覺目前來說好像都是 這樣子設計的唷 好來吧 來吧來吧 喔 用爛用爛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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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問題 對這關的話看起來也是 一隻沙翼貓而已喔 所以看起來他關卡好像都是 沙翼貓再加上一隻強貓 然後這樣的結束這樣子感覺 對啊 你看這邊的話 貓咪們的大逆襲 對你看又是三隻 所以 這感覺是一樣的 我覺得要打到這個第10關卡之後 才會知道就是 有沒有一些不一樣的東西出現啊 因為現在目前來說 看起來都是 差不多欸 就是完完全全一模一樣的這種概念 就沒有其他的這個部分存在了 好 你看又是這個 強貓 喔 不過喔 有了耶 你們看到沒 沙翼戰鬥貓 沙翼戰鬥貓在塔上欸 哇哩咧我的天 哇靠 噴這什麼閃電 OMG 各位 真的有全新沙翼貓登場啦 我真是神啊 我講什麼 我就有什麼呀 我的天 哇靠 居然是那個啊 沙翼戰鬥貓啊 然後他噴的這個是閃電欸 這閃電不知道能幹嘛欸 哎呦 好酷喔 我的天啊 太神了太神了 OMG 裡面有多了一個 全新的這個沙翼戰鬥貓的這個塔欸 太酷了太酷了 哇 那個真的很帥欸 我的天啊 好猛好猛喔 好想要再繼續打下去的感覺喔 來吧 那我們再看一下這個 第一次的這個猜試喔 我們之前是用這樣的隊伍啦 然後這邊的話呢 超級難 我們就一樣用這個隊伍來試試看好了 先來個複製 複製 然後自幻 自幻這一隊好了 自幻 然後直接這邊走起 應該就可以了 好讓我們看一下 英語專家超級難 有沒有機會各位 這感覺真的是沒到很簡單喔 哇一堆松鼠 光抗這個松鼠我覺得我好像就要爆開了 好先來一下這個 現在看起來一般敵人特別多唷 嗯 一般敵人很多 然後 後面那個 這隻的話不知道他是怎樣的阿 應該是跟那個一樣的嗎 跟那個 如果他是跟那個什麼阿 黑色的那個就是石夢魔一樣的話 那我們這邊應該就是不該出太多的這個什麼 太多的這個角色 唉唷不過他已經被黑凱弄到一個那個 總火效果 唉唷 有有有有有 那應該還行 被黑凱弄到總火效果 所以他不能發一些能力阿各位 我還是噴了還是噴了 但沒事幹起來好像還是ok 加油啦黑凱 拜託啦黑姐 喔有打到 他這邊感覺受到這個傷害的這個 程度好像滿高的 好玩樂 他是緩速仔啦 他是緩速類型的 你們看我們這邊都過不去了各位 oh my god 緩速仔緩速仔 對對對他是緩速仔 好 緩速仔 他會把整個都全部噴掉唉唷 我想一下喔 那這邊就是 大概率就是那個什麼阿 烘掉烘掉 買多了 喔 完了完了完了 緩速仔 欸不是阿他已經被打到這麼多下都還沒死阿 這真的很硬唉 我先看看血量剩多少唷 太扯了吧 鬼扯蛋 Holy媽媽 我的天我來看一下喔 23%耶 哇我的天阿23%好像 也不是不行唉 對啊 我覺得我們再打一次 我覺得這關的話看起來好像也不是說那麼的這個非常恐怖 我們來看看 沒有的話我們待會就是9點繼續邊聊然後繼續料理他 這關的話那一隻應該是有屬性的敵人阿我覺得 那我們這邊就是強貓這邊應該要出少一點 我這邊 前面強貓這邊出太多了 先讓他們死亡一下 死絕死透 然後這個關掉 完了 都撞到緩速陷阱了 因為我們這樣撞到緩速陷阱之後阿就會變成 我們這邊的這個角色沒辦法轟一波大 因為他們走不出去了 你看黑傑這些都被定在原地了你知道嗎 對所以這邊看起來他這個打法的話可能還要再看一下要怎麼辦 那直接讓他們全部衝出去然後一直把我們定在後面但真的是沒有辦法喔 完了不然就要帶一些抗緩速的喔 好9點見沒問題